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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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非常喜乐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也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呼求 我神 你坐在天上宝座 全地万物都屈膝 你 在你面前 我神 漫有能力和权柄 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 你国度无极限 你坐望到永远 哦 神 借主 我赞叹敬畏 愿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 哦 神 借主 我赞叹敬畏 哦 神 借主 我赞叹赞美 归于奇妙圈能生直到永远 我神 借主 我赞叹敬畏 我神 你自来无法测度 你同在是我归属 超越 超越万物 我神 借主 我赞叹敬畏 你是我心所爱母 我可恶 你国度无极限 你昨晚到永远 哦 神 皆 主 我赞叹几位 愿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 哦 神 皆 主 我献上赞美 归于情和圈的圣 直到永远 向你倾倒我的赞美 向你倾倒我的爱 向你倾倒我的赞美 我倾倒我的爱 哦 神 皆 主 我赞叹几位 愿超过我所能描述的一切 哦 神 皆 主 我献上赞美 归于情表现的圣 直到永远 哦 神 皆 主 我赞叹几位 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真是赞叹几位 因为你是那位满有能力 又有恩赐的神 主啊 使得我们宣告 你的国度没有极限 你要在台湾作王 在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国家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节 从耶稀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弟兄姊妹 当我们谈到说 当我们更多来认识圣灵 我们认识圣灵 不只是在两千年前 好像在马可楼上 和圣灵降临 其实圣灵 尼赛亚的预言 跟圣灵的预言 是紧紧连在一起 我们提到 是 在圣经里面 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 我们看见 谈到说 那个神赐下的圣灵 是公义和魂烧的灵 也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要谈到说 这个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 也是智慧和聪明的灵 磨略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也化的灵 在32章那里提到说 只等圣灵从上浇灌下来 旷也变成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我也知道在61章那里提到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祂用高来高我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再跟大家来 有一点点的分享 我们期待 我们所认识的圣灵 或者说 那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 不是突然的 不是偶然的 是神永远的计划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 耶稣的预言 跟圣灵的预言 可以说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段圣经 也是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这个预言 是耶稣的预言 也是圣灵 对圣灵在耶稣身上的 这个预言 首先我们看见 这里提到说 耶稀的本 耶稀是谁 耶稀就是大卫的父亲 很特别的就是 当这里提到 这个耶和的灵 或者说七灵的时候 没有讲到说 好像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当然是 是大卫的后裔 圣经里面大部分 讲到大卫的后裔 但是这里却提到 那大卫的父亲 耶稀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大卫是赫赫有名 耶稀他的父亲 是很平凡的一般的人 我想在这里 我里面的一种感受 就是圣灵跟我们 跟我们的关系 不只是好像在很特殊的人身上 而是在很平凡的人身上 是仅仅可以连结在一起的 首先在这里看见的 这里提到说 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 假如在这里 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灵 智慧的灵 聪明的灵 魔略的灵 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 敬畏耶和华的灵 好像加起来是七个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这个七灵 也可以说是一个灵 是同一个灵 但是在这里 从七个方面来看 耶和华的灵 就是神的灵 耶和华的灵 也可以说就是基督的灵 在这里我们看见 耶和华的灵 住在谁身上 住在耶稣 住在弥赛亚身上 那个住表示 不是好像短短的一个经验 而是就是常住 或者一直停留 住在耶稣的身上 弟兄姊妹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圣灵要在耶稣身上 这一件事 不是在两千年前 而是在两千七百年前 透过以赛亚的预言 已经很清楚 让我们看见 耶和华的灵 在耶稣的里面 在弥赛亚身上 而且这个灵 这里提到说 是智慧聪明的灵 是智慧或者属天的聪明 而我们看见这个智慧 跟声量在耶稣身上 渐渐长大 那我们在看他 那我们在看他一生的里面 这个智慧聪明的灵 充满在耶稣身上 而我们看见 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 也是在门徒身上 门徒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是感谢神 这个智慧跟聪明 透过他们跟随耶稣 更是透过五旬节 圣灵降临以后 我们看见这个智慧和聪明的灵 不但充满在耶稣身上 这个智慧充满的灵 也充满在门徒身上 那些使徒 我们看见 从一个使徒形传 我们看见很特别的 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 却有一种智慧 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聪明 我想我们再很快 回到我们身上 我们感谢神 在我们身上 我们很平凡 对我来说 我是平凡的一个乡下人 在我身上 我后来从糊里糊涂成为基督徒 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 甚至我成为传道人 我也成为很平凡的传道人 我没有好像特殊的智慧跟聪明 我常常说 有人说 周牧师你是不是先知先觉 我说我不是先知先觉 我也不是后知后觉 我常常不知不觉 甚至错知错觉 但是感谢神 圣灵在我身上 让我慢慢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聪明 弟兄姊妹 在我们身上 我相信圣灵也要在我们身上 赐给我们优化的灵 赐给我们智慧的灵 聪明的灵 另外这里提到说 魔略能力的灵 在耶稣身上 我想在我们看见耶稣 那些门徒 短短的33年多 特别那三年半 他的侍奉 他真的有魔略有能力 而这个魔略能力 是从天上来的 或者从圣灵在他身上 让他不管是带门徒 不管是整个这一个 整个各方面 那种魔略跟能力 非常的清楚在耶稣身上 我们也在这里看见 当门徒 那些门徒在五旬节 被圣灵充满以后 我们看见 这样的魔略跟能力 也在门徒身上 他们这些使徒 我们可以看见 很特别的 跟以前不一样 在四福音 以及在整个使徒行传 我们看见 非常不一样 弟兄姊妹 在你我身上也一样 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们很平凡 我们只是一般的信徒 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 会把智慧和聪别的灵 也把魔略跟能力的灵 赐给我们 我回想过去 侍奉的年日 在这四十几年 五十几年的中间 我也看见神 好像当我 越来更多 在圣灵的里面 看见有一种智慧 有一种聪明 不是在 不是我的 是从天上来的 有一种魔略跟能力 也不是在我的里面 好像本来就有的 而是圣灵 在我的里面 看见很多的阶段 很多的四风里面 看见有一种 魔略跟能力的灵 在我们身上 在我身上 最后 这里提到说 是知识和敬畏于我的灵 弟兄姊妹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这个知识 不是一般的知识 耶稣 那个知识 是一种超自然的知识 当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把你的丈夫叫了 他说我没有丈夫 他说你现在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跟你在一起住了 不是你的丈夫 这不是他打听出来的 这是智慧的灵 我想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 前面就是耶和华的灵 最后 另外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 我觉得这两个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后我们提到说 敬畏耶和华的灵 弟兄姊妹 有一些时候 我们要智慧聪明 要魔力 要能力 要知识 好像这些都有 但是假如失去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是非常可怕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敬畏耶和华的灵 让我们能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耶稣在耶稣身上 敬畏耶和华的灵 在他身上 以至于他说 我不做什么 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 我不说什么 我看见父所说的我才说 他一生敬畏神 所以在我的里面 我会求主说 主啊 我渴慕智慧聪明的灵 魔力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 但是我更渴望 我一生有敬畏耶和华的灵 让我一生一直到老 一直到见你的面 让我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弟兄姊妹 让我们今天 一起来认识圣灵 让我们对圣灵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而对圣灵有更完整的体验 而在这个里面 我相信圣灵不但在耶稣身上 圣灵在使徒身上 圣灵也要在你我身上 看见神要做奇妙的工作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 感谢感谢赞美你 感谢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赐给我们 主啊你赐给我们 不但是公益焚烧的灵 不但是公益焚烧的灵 能够焚烧我们里面一切的误会 哦主啊我们更感谢你 哦主啊我们更感谢你 你赐给我们的圣灵 你赐给我们的圣灵 是何等完全的圣灵 是何等完全的圣灵 主啊是智慧聪明的灵 主啊是智慧聪明的灵 主啊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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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你来 主啊求你来 智慧和聪明的灵充满我们 智慧和聪明的灵充满我们 哦主啊 哦主啊 也能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也能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有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聪明 有属天的智慧 有属天的聪明 主啊更恳求你来 主啊更恳求你来 但愿赐下你谋略能力的灵 但愿赐下你谋略和能力的灵 主啊在每一位服侍你的仆人身上 主啊在每一位服侍你的仆人身上 主啊有谋略 主啊有能力 主啊有谋略 主啊有能力 主啊也更感谢你 主啊也更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看见 让我们能够看见 是给我们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是给我们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主啊但愿这样的知识 主啊但愿这样的知识 不是一般的知识 不是一般的知识 而是一种属天超自然的知识 主啊更宝贵的就是 主啊更宝贵的就是 让我们能够领受 让我们能够领受 敬畏耶和华的灵 敬畏耶和华的灵 赞美你 主啊但愿我们在敬畏耶和华的中间 主啊但愿我们在敬畏耶和华的中间 一生能够敬畏你 一生能够敬畏你 而且以敬畏神为乐 而且以敬畏神为乐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 主啊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主啊这七零何等的宝贵 主啊这七零何等的宝贵 主啊感谢你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我们首先来祷告 求神赐给我们更多更多智慧聪明的灵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来到那边前来感谢赞美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从那边领受智识智慧谋略 主要让那些灵在我们的设计 主要赞美我们 主要赞美我们 主要赞美我们的赞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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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赞美我们的赞美我们 祂赞美我们的赞美 祂赞美我们的赞美 祂赞美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赞美 聪明的灵赏识给我们 把属天的智慧 把属天的聪明 也再一次浇灌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 我相信 这是一个从上头来的灵 主 我们何等的需要 也求主再一次赐下 主 我不但在弟兄姐妹 也在祢仆人的身上 都能够领受属天的智慧 属天聪明的灵 主 我们赞美祢 我们一起来 说在耶稣身上 那个磨略能力的灵 也在我们身上 在门徒身上 也在我们现在 每一位服侍的人身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 主 我来到你们前来赞美 主 我磨略 磨略跟灵 磨略跟灵 只想磨略跟灵 坐在祢的苦人身上 都坐在每一位 侍奉你的人身上 都结束在台湾 在香港 在中国 天父 我们在祢面前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的话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 主 我们在祢面前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的话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 主啊 使得我们服侍当中 不但依靠天天依靠神的灵 我们需要谋略的灵 我们需要谋略的灵 今天早晨 主啊 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来领受更多谋略的灵 更多主啊 能力的灵 好 让我们的服侍是蒙尼喜悦的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最后我们祷告说 求主只给我们敬畏于我们灵 而且以敬畏神为乐 好不好我们一起同神开口祷告 主 来到祢面前谢谢祢 祢 敬畏 敬畏 主啊 不偏走偏右 但单走跟祢的道路之主 主啊 求祢 主啊 求祢来赏量我的心 主啊 主啊 让我的心 主啊 每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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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更多受祢签议 主啊 赞美 主啊 求祢来成为我人生的依靠跟帮助 主啊 祢来到祢面前来感谢祢 主啊 让我们渴慕祢的智慧 但是我们更渴慕祢的敬畏 因为敬畏的人 主啊 就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主啊 仰望 但愿我们以敬畏神为乐 一直到我们永永远的人 主啊 仰望祢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主啊 仰望祢祢的支援 哦 神 皆 主 我献上赞美 归于奇妙圈的神 直到永远 哦 神 皆 主 我叹叹几回 愿朝不索的描述的一切 哦 神 皆 主 我献上赞美 归于奇妙圈的神 直到永远